请问佛说无量受名号立业大肆应远金 这个金里头有一句经文 是阿难 比九云时辰 法身常住 无量受佛者 其义人也 今日世尊是我身也 请老法子慈悲开示 你听华严经听了这么久 这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说明你粗心大意 这些经你都不要听了 你真听懂了 你又会体会到 社会一切祝福如来 是自己的神 是自己的法身 一切菩萨 也是自己的神 佛是我们的信德 菩萨是我们的修德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一切众生是自己 一切众生是自己 所以你会对一切众生爱护 会对一切众生尊重 不是别人 是自己 受放三世佛 共同一发神 这经上我们都念的 经上很明白的写出来 一心一智慧 一心一智慧 列无为一也然 那哪里有差别呢 阿弥陀佛不是自己 是谁 中风禅思在三世西念里就讲过 母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国心 雌方就净土 净土就雌方 你看你讲得不清楚 但是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 这个境界就不兴起了 所以设法界一真壮严 那才叫真麻烦 麻烦从来是从自己妄想生 一切众从心相生 那个心相是妄想 没有这个妄想 就没有设法界 有妄想就有设法界 有执着就有六岛的鬼 有是非因果 就有善我报应 就是目道理 那莫有是非人果了 善我报应就没有 你就超越了 咱们可能会有个相机 我怎么一切众 那是不怎么办 我们就会找个相机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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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